~~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丑丁卫 奎害乙卯 这个是他在问他的婚姻 会不会容易离婚 婚姻是不是不好这样子 男生的婚姻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男生的婚姻基本上看财运 看财运 我们假如说看这一个八字来讲 天干以木生丁火 其实算不错 地支没有 水生木 木刻土 就这样子而已 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婚姻来讲 天干的两个丁火维持的不错 进入这个运 又以木生丁火 所以其实没有多大差别 他地支这个又保护的很好 你看 水生木 木生火 火来生土 一连相生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他的一个财运 都保护的很好的一个情况下 连带了 他的一个官运也都起来 连带了他的官运也都起来 所以来讲在这个运程里面 当然流年他可能还会造成一些的一个大变化 但是假如以整柱大运来看 其实这个大运算是不错的 我们再接下来看下一个大运叫甲城 甲城大运的时候 地支就没有柴了 所以说 就以天干的这两个柴 我们还是一样发现到甲木生丁火 乙木生丁火 柴运还是一样保护的很好 但是他的地支 他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尘土会直接嗑害水 当尘土直接嗑害水的时候 害水伤 会等于癸水也伤 所以反而他进入下一个大运的时候 他就变成是地支的一种日主受克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会在工作上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问题 当然在婚姻上 婚姻上他也会加重 因为财生官会更克责他 所以其实到下一个运程 他的这个问题才会比较严重 他的这个问题才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这个显现出来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的财受伤 而是他的日主是有点影响到了 已经开始被克到了 所以来说在下一个运程的时候 就是土嗑水的这一种状况 当然就是要把他的这一个拿掉 要把他拿掉 就是用木嗑土 但是尹亥和 这也可以 尹亥和也可以 对不对 生酉和也可以 拿过来 用生金 土生金、金生水也可以 在这个运程来讲 他就比较不好 因为他碰到亥水、止水 基本上都没有住 用火更是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他这个土嗑水 我们就要必须让他怎样 这个状况 把他消除 所以说来讲的话 刚刚我所讲的 假如这十年内他碰到了 第一个 饮木才有用 过来 酉金 酉金 再来生金 过来水完全没有用 过来就是土更加旺而已 更死 所以说他能够用的东西就只剩下三个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下一个运程在十年当中 其实假设他有碰到 就只有三个可以用 我们就会知道说 他是不是在下一个运程 这个部分就会很差 所以反而在下一个运程的时候 他就要特别注意这一个状况 在这个运程没有问题 但是在下一个运程 他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在下一个运程的时候 他就要特别注意 所以说 有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是他的财出问题 他婚姻出问题 就是他的财出问题 不一定 他有的时候是日主受克 他所产生的一个问题 这个八字就是 天干的财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但是地支却出现了这一个矛盾 这是在下一个大运 所以他在下一个大运的时候 他所担心的财运的问题 就是婚姻的问题才会发生 这个运程其实都是过得不错的 反倒不用太担心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